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集中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 先带您来看 大五人区一处四人停车场 去年12月底遭到窃贼 连续窃取爱心捐款箱内的财物 嫌犯洋装成清洁人员 拿扫把扫地 辖区内的大五人派出所 正调阅周边的监视器 展开追查 画面中男子拿起扫把 认真扫地 看起来很勤快 但下一秒却变成了窃贼 偷走一旁 爱心捐款箱里的发票和现金 是看他5点来一次 7点来一次 对啊 翻了一次 然后有客人来 还有假装按个车牌 大碗就假装扫地 对啊 区出现了捐款箱大盗 监视器清楚拍下 男子将捐款箱放倒之后 从里面取走发票和现金 而他得逞一次之后 实随之位又来偷第二次 行径相当嚣张 突然间有一天移位置 然后后面这个 也被破坏了 对对对对 里面的零钱居然不见了 对啊 所以就感觉怪怪的 就去掉电视器 警方调查 大五轮地区一旁的停车场 去年12月30号 发生爱心捐款箱召窃 一名男子一天内连续偷了两次 停车场业者察觉异状 在案发当天 就立即通知放捐款箱的公益团体 那是三星人士的心意啊 怎么变成是小偷 要偷东西的工具啊 所以也是造成我很困扰啊 如果常来 搞不好改天你我这 那个缴飞机都拆了 非常感谢停车场的业者 在第一时间呢 就是有发现偷窃行为 而且报警处理 那也很感谢这些店家呢 都可以一起来协助我们守护 这些在外面的发票箱 那其实呢 偷取发票呢 是属于公诉的行为 那希望呢 警警单位呢 会依法呢 做处置 近年来呢 发票的捐助呢 年年在衰退当中 那其实如果被偷的话呢 就形同雪上加霜 那创世呢 很珍惜每一张捐助的发票 那也希望呢 在大环境 景气不佳的情况之下呢 资源又募集 不是那么容易 那希望说 我们的民众呢 还可以持续的捐助报票 来帮助这些弱势 基隆市警察局 第四份局到轮 派出所接获报案 设置停车场内的 爱心捐款箱财务召窃 警方获报后 立即派员前往实地查处 调阅监视器画面 发现犯贤 徒手将爱心捐款箱放倒后 窃取箱内领遣及发票 目前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 积极证办中 虽然嫌犯只得手几百元 但偷的都是民众爱心 不该被纵容 目前警方已经展开追查 要把证明捐款箱大盗 绳之以法 记者黄少铭 基隆报导 大选进入倒数计时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到基隆祠云寺与庆祭公 参乡祈福 表示未来上任后有三项使命 包括守护国家安全 持续发展经济 并让各县市都能均衡发展 与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近距离接触 支持者群情激动高呼总统好 选前十天 赖清德在立法院蔡思英 金融市立委候选人郑文婷 部分区立委提名人王振旭 金融市议会议长同志委 及前议长张芳丽等人陪同下 先后到安乐区茨云市 及青鲁区庆祭公参乡祈福 赖清德表示 当选后将有三大使命 首先是守护国家安全及台湾主权 第二是持续发展经济照顾中小企业 第三则是让台湾各县市均衡发展 人民安居乐业 尤其是基隆一再强调 自己是基隆一份子的赖清德承诺 未来会持续推动基隆建设 让基隆更加繁荣 我们现在应该安全很发展 我做总统 我会建议的计则 中阅计划定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有什么发展的机会 你有多少个建议 中阅有多少个建议 中阅有多少个建议 在台湾上做 一家一家一家做 一家一家做 所以大家要留待 每一个管制基礎建制 一天比一天高 健康 建制一天比一天高 这样每一个地方都可以 按计权料 大家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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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清德表示 这一次总统大选 是中共戒选最严重的一次 要粉碎中共戒选最好的手段 就是中国支持谁 就不能让这个人当选 否则就不是在选总统 而是在选特首 中国要支持谁 我们只要把你给他支持 他不如是给我们共和 或是给我们利益留外 我们只要照中国的意思 那我们民主就不爱 拜登总统全身 跟中国国家主席 是这边说 共和国家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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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民进党部分区提名名单 有长期关怀儿童交通议题的 进捐基金会执行长林月琴 与在大基隆地区治疗病患数十年的 王正旭医师 就是希望维护国人交通安全 并照顾国民健康 因此医生出身的他提出当选后 希望2030年 国人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 减少百分之四十 2050年因癌症死亡人数 更要降低一半的目标 2030年 70年 千里要保护 近年有多少百万千三 目前 市医保护四年来 夹准40% 大家都在一起 好 恭喜 2550年 因为有希望的情绪 可以要求 好 國政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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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清德 好 好 好 賴清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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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聰明的一位這個可以說是全能的這個政治家 軍事家包括他發明了相當多的一些產品 包括我們這個十分的這個孔明燈也好 包括這個饅頭 包括這個牛馬車 那我們也希望說藉由這個諸葛孔明 他的一個智慧 能夠就是說教育我們下一代在這個品德教育也好 包括我們這些各工商這個各界的這個團體 如果說你們有什麼這個宜蘭雜政啊 其實可以來跟孔明借智慧 那也希望說我們七獨慶濟公的這個七獨麻也非常靈驗 可以來弘揚我們這個孔明的智慧 還包括我們七獨麻的慈悲心 那也謝謝我們主委 這個搭起這個橋樑 那歡迎在元月六號十點 可以例領我們七獨慶濟公 那這個活動我們當天有這個贈送這個 饅頭三百顆 還有這個天燈一百五十顆 包括這個我身上帶的這個 祝個孔明的這個軍令牌 那當天有很多的這個就是活動 還有一些異智遊戲 歡迎大家來參與 那七獨是一個非常不錯的地方 歡迎大家立領現場 然後到我們媽祖七獨麻這邊來住駕 為地方的各種繁榮 大家來共襄盛舉 那我站在廟方的立場 我們七獨麻的立場 我很歡迎 誠摯的歡迎 所以才有營業六號 他訂在那一天住駕 然後我們有一系列的活動來推展這個 希望我們所有的鄉親 我們除了基隆 也希望全省 有知道諸葛可行 這個這尊神尊在這邊 都來這邊朝拜 來大家長智慧 來各行各業都有長智慧 來發揮自己的力量 無形的力量 謝謝 在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楊秀鈺牽線下 新北市平溪區孔明廟 多年前從大陸四川成都武侯祠 迎請供奉的孔明神尊 1月6號早上將住駕七獨慶祭宮 包括親民黨主席宋楚瑜 以及擁有財經專業背景 被稱為前國民黨大掌櫃的劉泰英 都將到場參加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基隆市議員 施偉鎮特地媒合社團法人 中華御赤奉天公 天上聖母慈善功德會 等大約7個民間團體 募集了白米 泡麵 罐頭飲料等 400份生活物資 發放給中山區的弱勢朋友 歲暮年終寒冬送暖 基隆市議員施偉鎮特地媒合 包括社團法人 中華御赤奉天公 天上聖母慈善功德會 基隆金虎爺行善團 聖威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世紀糕點心業有限公司 中油 基隆油品行銷營業处 基隆市私立恆訊社區長造機構 以及中山產業園區等 大約7個民間團體 募集包括白米 泡麵 罐頭飲料等 400份生活物資 發放給中山區的弱勢朋友們 大約有400人受惠 能夠跟我們御塑共兼工 以及我們借用我們 西湯里民活動中心 還有許多的行善團體 包括我們金虎爺行善團 中山產業園區 世紀麵包 還有我們的私立誘訊 這個長造服務中心 以及我們聖威食品 這些善心人士 他們出錢出力 來提供許多善心物資 能夠讓我們在這個 歲末年中 提供給我們中山區的 這些低收入庫的朋友 那希望大家 除了在需要的時候 領到這些物資以外 也希望他們能夠藉由 有物資的幫助 讓他們能夠繼續的 讓生活更加順利一點 讓他們的生活可以好轉 那也希望我們中山區 有許多這個低收入庫的朋友 他們能夠脫離困境 往人生更好的方向前進 在這個寒冬順冷的之中 薅鑽引玉 讓社會更溫暖 希望大家能夠多來參與 堅持也堅持取之於社會 回饋於社會 所以我們要把愛傳下去 所以我們每一點跟美的時候 只要有過世族群可以 需要協助幫忙的話 我們都會很願意的 去做公立的部分 然後希望可以把我們的 愛心啊 傳消息 寒冬送暖的贊助 那就是給那個 一些比較不好過的 住民呢 給他一些溫暖 讓他一個好過年 市議員施偉政也非常感謝 中山區長徐雅文 中山區西康里長張濟智 以及和平里長張和妹 等人的大力協助 讓這項寒冬送暖活動 可以順利進行 希望拋磚引玉 呼籲社會各界 共同持續關心 社會上的弱勢家戶和朋友們 記者吳俊松 機董報導 大家好 我是鄭文婷 我不是正二代 不是富二代 我投入選舉 不是為了家族利益 而是為了基隆發展 信奈台灣 基隆啟航 2024立委 很請支持鄭文婷 我家的利益 下禮拜可 我可以幫我們家大掃一下 一下下就好 這樣不好吧 請趟喔 雇主批用外籍移工 需向政府申請核准 非法留用他人的外籍移工 將處於15至75萬發還 我什麼都沒說喔 並顧外籍配偶工作前 應核對外籍配偶外僑居留證 及一親戶籍資料證本 歡迎回到中家新聞現場 又帶你來看 基隆市288公共運輸定期票 從10月16號起上線以來 民眾反應熱烈 交通處統計購買的人數 含續購數達1萬2千人次 每個月約有6千位市民朋友收益 TPES 基隆市288公共運輸定期票 又稱288月票 是在基隆市內 包括公車及台鐵 都可以使用吃到飽的票券 經過市政府不斷推廣 相當受到市民歡迎 大約可以省下一半的通勤費用 那我們基隆市的288定期票 目前有1萬2千人使用 上線兩個月來廣受歡迎 也平均每個月大概是6千人使用 那大多數的民眾 都是以市區公車為主 大概占90% 那10%的話是使用台鐵 那主要能提升的這一個 市公車的運量大概是8% 那其實對於我們大眾運輸是有所幫助 也可以節省大約一半的荷包 市府交通處表示 288月票從10月16號上線以來 受到市民廣大回想 原本預期的目標是每月5千人 在通勤族的踴躍支持下 目前可說超乎預期 達到每月6千人 本來預期大概第一年可以推出 大概會達到5千人 所以今年已經達到了 我們目前的一個月6千人 其實目標已經達到了 那未來的話可以 可能還會再繼續往上成長 預期到明年度的時候 可以成長到8千人 甚至還要更高更多人來使用 基隆市政府交通處長王綜宏表示 基北北陶1200及基隆市288定期票 平均為市民省下50%的交通費 為朝向打造交通安全 友善及便捷的方向邁進一大步 記者黃日生 陳淑平 基隆報導 接下來要帶你來看 基隆旅遊打卡新景點 漫遊者基地 推出週年慶的系列精彩活動 包括了海空套票百元遊走 讓消費者一路玩到榮年春節 深入海底一探生態景致 或是坐上飛艇來趟飛越世界之旅 透過4D劇院及飛艇體驗 就能體驗科技感的海空魅力 就假日帶親子來這邊走一走 看剔透人要介紹的 還不錯 還不錯 相當不錯 基隆科技旅遊新景點 搭配週年慶活動 百元遊走 慶了不少外縣市遊客來朝聖 那我們從去年的市營運開始 到去年的9月 我們的3D橘毛推出 那一直都 就是很多朋友都跟我們敲完 新的內容 新的影片這樣子 所以這次週年慶的 我們4D劇院有新的影片 深入北冰陽 然後以及就是我們LED的橘毛 也會推出更多的周邊 然後還有餐車 還有各種就是像是新的影片 然後會在就是跨年之後 一直到春節期間 與大家見面 晚年也有六軸體感的設備體驗 包括海上快艇競賽 帶於F16的飛行駕駛 很想墜機 但是就是 它那個非常的那個 就是有真實感 它雖然墜機的時候會重生 但是會非常有那個可玩性 自威集團在基隆打造這個 Anniverse漫遊者基地 那裡面主要是透過各種的LED螢幕 還有各種體感的設備 提供一個虛擬體驗的一個服務 好玩吸引了不少遊客來打卡朝聖 迎接週年慶 館方推出的系列活動 還包括了3D橘毛新年彩蛋的驚喜登場 要陪大家一路玩到龍年春節 給遊客六軸體感的科技體驗 記者蔡曉君 基隆報導 基隆仁愛區文昌里的王明清里長 參加電視台超級紅人榜 舉辦的第二屆里長擂台賽 榮獲冠軍 收邀到仁愛區樂林學習中心 跟愛唱歌的銀法長輩們 分享唱歌的技巧 用豐富的情感唱出動人的歌聲 基隆仁愛區文昌里里長王明清 日前參加電視台超級紅人榜 舉辦的第二屆里長擂台賽 闖關成功奪下冠軍 讓他相當開心 更感謝比賽期間為他加油的各界好友 其實我這一次參加超級紅人榜 第二屆里長擂台賽 得到了冠軍 心情很高興 其實也很緊張 跟一位新竹里長 他也用跟他比的三手 他都很強的歌跟他比 我們也是要用很強的歌跟他比 所以說比他們的心情 就超級高興 也很感謝我們里面 就是在比賽期間 都會來跟我們 里長加油加油 還有一些中部南部的一些 大哥大姐也卡電回來 里長加油加油 你像我以前年輕的時候 有一些老歌 所以非常的高興 這一次的比賽 里長喜歡唱歌之外 也經常投入公益 這次他也受邀到仁愛區勒林學習中心 向影法志工分享參賽的經驗 與唱歌的技巧 我這次來救國團 這裡有一些志工 跟他們缺搓唱歌的一些技巧 其實就是要讓他們這裡 年長做的唱歌之後 不然我們快退化 因為你記歌詞 還有就是說 我們的嘴子不會生進去 微縮 所以唱歌對我們身體的幫助很大 所以我這邊來這裡 就跟他們互相的研究 研究的心情 你跟他們說 如果要去比賽唱歌 還是說心情不好 唱歌 也可以解除我們的憂鬱症 我們不天 你要唱到後面 還要飆高音 但像你頭上那邊 會降下來 我們不天 我問天 我問天 你不可以唱 我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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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在唱我們 你知道嗎 所以你要唱哪一個高音的時候 最前面 你把它稍微降下來 你如果聽起來說 哇 你有飆高 里長王明清也藉此推廣唱歌的好處 藉由鍛鍊歌喉 讓長輩的身心更健康快樂 保持學習的心態 讓身心靈更加年輕 預防失智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你會選購一級能效的家電 但你的節電等級卻只有五級 現在開始改變你的用電習慣 冰箱只需八分滿 濾網定期兩週輕 等器設定二六至二八度 晚轉時間 進化一級節電玩家 關掉冷氣 隨手關燈 白天到黑夜 節電不停歇 節電 從我改變 就是它 把它處理掉 電費殺手幫我處理啊 Showcase 首先 我發現你的冷氣 開的太冷了 剛藏的濾網標固定清醒 電池 陰氣 洗衣機等等 電池用品沒在用 而且還插頭 隨手關電燈 這些小動作 可以省下不少電費 老隻電炮換成LED 省電 省錢 又一亮 唉唷 真厲害啊 雞龍 有如童話故事般的咖啡 在哪裡呢 夢幻千層蛋糕 到底有幾錢啊 限定版的委託行咖啡 究竟在哪裡呢 雞龍味姐妹 將用鏡頭 帶領觀眾實地走訪 體驗雞龍的味 當科學家 文學家 還是藝術家 都不如有一個自己的家 住進社會住宅 人生不宅 你以為今天明天的日子照耀 其實你們正在為彼此互相照亮 住進社會住宅 人生不宅 過去無論你有局沒局 在社會住宅裡 人氣廣幕都能再開新局 住進社會住宅 人生不宅 拜拜